年轎向咖啡在北面积代表50公斤 发展咖啡生涯已经很多年 不但在北面积年年来增加 这品质和商量也都在增幅 年轎向公司为了协助咖啡農 提升在北的管理技术和品质来打出地名堂 台北办理上管理不会分构定 希望让咖啡農对咖啡的专业体系 进化来称的了解 人家向公司开办咖啡演习可定 第一门口就是咖啡杯厕 学员一吃饮不一样香味的咖啡 吃着分别基点好买和差别 除了让学员知道如何分别咖啡好买 也能让学员比较 和地素蒸咖啡 找出油点和缺点 尽一部提升品质很加竞争力 我们杯厕的话会进行干香丝香的闻香 然后现在的话正在闻它的湿香气 然后这样子破渣的话 它在破渣的时候味道会是最浓郁的 然后让大家可以品鉴咖啡的品质 就是咖啡有分的品质的好坏 它是好在哪里坏在哪里 然后去分辨咖啡的品质 也可以让农民利用杯厕这个技能 然后了解它自己生豆的品质状况 然后进行一些改善 那我们之后会再带一些 比较专业的咖啡充足的知识 想说既然都中了 过来看一看咖啡后面的一些知识 过来这边学会了可以品味的出来 不同的咖啡的那个味道 然后也知道人家做的方式 自己可以发现不对的地方 回去再做调整 仁爱乡虽然已经五三三国到五三地为主 但近年来不就农民 开始到辟咖啡在杯 也让向来咖啡在杯的品质 有年一年增加出色 全乡在杯的品质已经将近10公斤 因此香港所开办咖啡杯很可定 希望辅助农民先为更加专业咖啡达人 所以走有机的话 好像这种咖啡是不能喷药的 所以想说尝试看看 不一定也有另外一道曙光 不一定是传统领域 传统的这些蔬菜水果 我们想说尝试看看 我们这个天然的气候地形 其实还蛮多地方是适合种植咖啡 所以是潜力是很大 但是我们觉得主要就是这个品牌 这个咖啡的品牌要出来 不管是这个专业度的提升 有了专业度 我们咖啡的品质就会出来 人类向独有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可以生产出品质优良的咖啡 加上咖啡属于过经济作物 也去因农民到去生产 但咖啡的栽培管理 农民也必须有相当的专业地设和力量 才能让生产的咖啡 创造经济管的经济隔壁 共所希望透过白分库定 提升人爱向咖啡品质至三両 派向人爱向咖啡的品牌地名度 继承王朝鲜 彩虹报道